股的新项 营收也冲上历史的新高 还有加登 今天加登的股价又再度刷新了今年的新高 这些股票都是来宾 玉堂老师很早就跟我们提到的口袋名单 上个月不受到大盘震荡的影响 今天又创波段新高 是不是真的强的还可以继续持股续报呢 请问资深专家胡玉堂老师 玉堂好 韦路各位同志们 大家好 好 玉堂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每天看这么多的国际新闻 大家心里在想说 这个川普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了 每天看新闻每天很紧张 就卖股票之后发现怎么又涨了 所以有些股票是也不能够轻易的卖掉 玉堂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的星象加登 今天股价又冲高 所以是不是更验证了 乱世当中的确有很多英雄的好股票呢 这些能够逆势走强的股票 其实在当时跟各位分析 还是架构在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逻辑 尤其星象公布出来的营收又再创新高 因为我们当时谈到在整个游戏产业的部分 星象算是获利最为稳健 尤其像我们熟能详的明星三缺一 还有他在这几年的主力产品 金猴野这些游戏都是 玩家数是非常的众多 而且都是很稳定的 所以说再加上他有新的街机推出之后 你看市场的认同度很高 尤其刚刚韦路谈到一个重点 在七月份其实台股已经先下跌了 你看星象的线图 其实七月份他还在做整理 然后到这几个交易日 刚好公布出来营收创高 连两根的一个红棒喷出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谈到的 真的就是回归基本面 那加登的部分这个就是架构在这个 EUV极止外观的先进制程必须要用到的一个设备原材料 这个光照盒的部分 我们过去有跟各位谈到 因为加登是全球唯二是通过S-MORE认证的 那站在这种所谓比较寡胀的一个竞争优势之下 再加上不管三星台积电 甚至连到记忆体的一个制程 都纷纷导入了EUV的制程之后 这一块产业趋势是相当明确的 尤其今天有媒体谈到 这个加登可能在手的订单 都满到明年了 所以七月份以来 他也算是没有跌 而且还能够创新高的股票 当然其他营收不错的 好像说我们之前谈到在蓝牙耳机的中探针 昨天也公道涨定 因为他的七月营收也是创历史高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先归纳一下 七月营收表现不错 而且产业趋势明确的这些个股 它会是目前市场上的一个多方的聚焦标的 当然有一些已经创高了 短线上不鼓励头正在去追价 但是我们换个角度去看 同样也是营收表现很整齐的族群 同伯基板这一块 我们过去聊到像是联帽 台光店 台药 我们之前就谈到 因为5G的新运用 让他们在整体的一个出货量 节节攀升 尤其在这一波联帽的部分为例 七月营收创这个单月高 外资投信在这一波还在做加码 它并没有因为台股下跌而卖出 甚至还逆向加码 今天盘中还来到波段新高 这个部分也反映它在这个AMD 相关伺服器产品的出货 开始对于这个营收 有推升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同样的逻辑 再往上游去涨 还没有涨到比较落后的 就是最上游的原料 8358的金居 金居公布的出来 七月营收是创下今年高 月增12% 其实就反映出来 它的营运的状况 跟之前公司派任年中股东会 所表示的一个看法一致 就是在第三第四季 它在相关5G高频高速的材料出货 会开始做成长 所以七月的营收增加之后 我觉得这个部分反映出来 因为它的下游客户就是 台光店连帽这些同波基板客户 既然下游的客户出货好 那对于金居来说 它的出货量 势必也会跟着水涨穿高 那相对来说 它的位阶真的并不算高 尤其昨天连线我还特别谈到 金居的部分是 开低之后 拉了一根实体长红棒 今天目前的量比昨天还高 而且今天这一根红棒 又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整体的一个形态架构 还是维持着一个 相当强势的一个头肩底完成之后 再往上做一个垫高 所以在族群当中 竟然同波基板这些 金居的下游客户 都已经来到百元以上了 那相对我认为 它是比较落后的 所以从这个逻辑角度去看 这一些在下半年 业绩还有机会成长的族群 原则上还是可以比较乐观去做看待 好这七月营收 其实上四季的七月营收 有比预期来的好 本来很多人担心中美的贸易战 不敢投资 但是我们从刚公布七月的营收数字来看 是有比预期要来的理想 那今天早上七月营收 创历史高的公司 像中探针 就是营收创历史高 目前三十六块七元的价格 那有很多股价就往上拉高 例如像游戏股的星象 也是营收冲上历史高 今天的股价是十年的新高价 三百六十八块五元的价格了 好那还有像是金测 今天股价也冲上 今年的新高数字 六一零的金测 在盘中十一点半之后 震荡的往上 金测也是支撑今天上柜子数的重要成员 加登同样是营收 冲上今年的新高数字 目前又拉抬到七十三块八 这是三六八零的加登 那网络大厂四九零六的正文 今天股价同样是今年的新高 早上网络的股票 看到像是智邦 今天的股价九点半 先测试平台线之后 就随即有点火的买盘 网络大厂中雷也是 十点钟之前又测试了平盘线 看到有一些点火的买盘 所以这些网络的股票 那是不是这个都是未来5G需要用到的重点 现在是七月八月了 那是不是下半年的旺季效应 5G的发展暂时比较不会受到中美关税的影响呢 请问玉堂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期货现在虽然还是下跌 可是台湾是不是有些未来发展的重点 比较不会被关税打到的呢 没有错就像我过去常讲到 这个5G的发展绝对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停下脚步 我们很早之前给投资朋友这个观念 因为各国都在陆续去推行 尤其这是中美贸易战 其实他们抢的就是5G的一个制定权 要不然过去就不会打华为 那从这样的一个产业趋势来看 刚刚聊到几张个股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先前公元宴 是不是拉了台湾的厂商 18家的一些上市柜 甚至有些非上市柜的公司 组成这个叫做5G基地台生态系的联盟 那当中几张指标 中壘就是一个 在这个基地台的一个部分 就是他过去所主攻的 那七月营的时候表现算是不错 而且这一波也得到外资投信买盘的认同 你看今天的股价 已经又涨上所有的均线之上 前高79块看起来有机会挑战 刚刚聊到的正文也是 尤其你看正文的外资 如果我们下面可以放外资的进出 其实很明显 6月以来外资几乎买了两个多月 关键的是过去这一周以来 台股是破底 甚至外资是大卖台北股市都百亿在卖 结果正文的部分 我没看错应该是连续买了八个交易日 所以今天的股价还能够冲上波段高 因为它第二季是相对于去年 它是油亏转盈 那本身它在5G的不管是微型机器来的产品 甚至它已经把部分的产线 转移到一些东南亚地区 所以中美贸易上对它的冲击 并不会来得这么大 再来工研院组的国家队当中 还有一档PCB版的2376的技嘉 技嘉在过去它是跟市院合作 去做这个沉默式 静默式的散热伺服器 这一块的产品是相当具有竞争力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整个资料中心 伺服器的散热 它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那这一次技嘉它跟这个市院合作 用特殊的服装议题 让整个伺服器的一个整体的建制的密度 甚至是说运作的一个效率会来得更高 所以以技嘉来看 因为过去本来它就跟英特尔合作密切 那以目前的日K形态 这一波当然也被台股顺势拖累下来 不过昨天收了一根实体红棒之后 配合KD指标去观察 其实已经来到20以下 做一个很明确的黄金交叉 就极短线来看 这个部分绝对有益于股价在跌升之后的反弹 再顺着刚刚谈到的逻辑 既然5G甚至网络伺服器这一块 它是一个很明确产业成长趋势 而且市场法人认同的 你再看到同样也是在这个伺服器领域当中的智邦 智邦也是我在前几天连线聊到的 它的营收的一个成长 再加上法人的筹码都没有松动之下 今天的股价又写下波段性高 来到148 所以原则上 当然我不是鼓励各位在现阶段还是盲目的去追高一些股票 不过我们刚刚聊到的一些 个股甚至产业 其实投资人看的很明显 就是说挑对股票 其实并不用太畏惧这一波台股的下跌 因为好的股票 挣一挣之后 其实一旦行情质稳之后 这些个股还会会回到他们应有的价值水准 去反映基本面的行情 好 尤其像上柜的指数 昨天这个硬是没有跌破年限 昨天上柜市场外资再度的站在买方 所以8月天外资每天都在买上柜的几个股票 昨天上柜也拉一个很长的下影线 盘中往下测试了一年的平均线 是守住的哦 好 所以目前上柜指数 继续守住了一年的平均线 画面当中看到蓝色这个 就代表过去一年的平均成本 上柜指数昨天就没有跌破年限了 至于上市呢 在昨天的盘中 这个上市的指数 一度的跌破一年的平均线 但是呢 现在来看上市 没有再跌破一年的平均线 而且我们要回推到上一次5月底的时候 大盘就是曾经跌破年限 5月底跌破年限之后 随即台湾股市呢 是从一万三百多点 再度的涨到上个月的高点 一万九百多点 所以上次跌破年限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 指数就有往上涨 这次又跌破年限 会是单脚反弹吗 单脚反弹意思是 昨天就是最好的买点吗 那当然昨天大盘是跌28点 现在涨30点 目前台湾股市 有把昨天下跌的28点给涨回来 这是目前盘中的爆价 最新的这个资料 就是有一位资深分析师 叫杜金龙 他是之前这个 也是重要的投顾的高层 他的看法是说 9月会有亮点 因为选举行情即将启动 明年1月11号 要选总统选立委 按照杜金龙长期的看法 他说9月开始可能选举行情就要启动了 好这个是他个人的看法 那现在的台湾股市才8月刚开始而已 难道8月还要继续的这个择优布局吗 现在第一个大盘有没有稳定了 还是说大盘放旁边 个股摆中间 今天真的很吊诡 现在大盘是十字线 这个十字线的意思是 目前的股价10429 跟开盘价10422是差不多的 现在的价格跟开盘价差不多 目前是保持在平盘上 请问玉堂过去这11天 大盘跌了800多点 短线上是不是 暂时不建议追空吗 这个怎么看待后续的发展呢 这个地方我们在持续的追空 尤其刚刚韦汝谈到的 昨天的一个10180 我也特别谈到 初步在技术面上我们会解读 这个波段的低点已经见到了 但是这个单角反弹 我觉得可能难度比较高 因为毕竟在国际面还是有点 这个利空的一个纷扰 日韩贸易战 这个香港的反送中 甚至中美之间 也还在做一些谈判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认为指数可能会在做一个 横向性的一个震荡整理 但是刚刚聊到一个重点 反而在这个地方 就是可以审慎乐观的去找寻 有点先前被拖累的一些技优股 我举例我们刚刚有聊到 比如说营收其实普遍都不错的游戏股 心象是完全没被拖累 它是整理完再上 但是游戏股当中 有些当然很多股票都会被 满年被这种系统性的风险修正下来 像我们过去有谈到的网融 网融在7月营收还没公布 不过它前6月的营收 比去年大增了一倍 当然从7月份 它也是被大盘拖累修正了下来 这一波一度是要回测到半年线 但是你看网融的K线形态 过去6个交易日 都是收红K 这个短底已经有浮现了 那顺着这样的逻辑 一些好的股票 我所谓好的是业绩不错的股票 如果说接下来网融公布出 7月营收是成长 甚至是说它在上礼拜的 上海ChinaJoy涨 展示出这个黄毅M的一个 开发中的游戏的一个画面 目前是备受好评 而且相关的海外授权正在进行中 那这些好股票 如果是这一波被大盘拖累而压回 我会建议投资人 反而就是说一些GU的个股 你把握好低阶的时机 那一些涨多的 我刚刚举例到 其实营收很好 你可以把它视为这些领头羊的指标 像游戏股就是以星象做观察 如果它还能够持续攻高的话 刚刚谈到的网融也好 甚至4994的传奇也好 这个持续性在反映业绩面的成长 然后向上比较的一个机会就很浓厚 5G也是一样 刚刚谈到的振文 字邦 钟蕾 甚至到伺服器的技嘉 他们也是很标准的 就是一档带一档的 去反映整个业绩的一个成长 所以原则上指数的部分 我的看法是有可能转去一个区间整理 但是就像刚刚谈到的 OTC市场比较强势 代表说个别的一些中小型个股 他们还是有机会走自己的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